台灣已經沒有民進黨了 只有1450 我講一句粗啊 這都是垃圾 這個人渣 社長您好 民學美女 還有各位聽眾大家好 我是去做人體試驗打一針 不是去做AZ疫苗打一針 這兩件事情 最主要的原因是 我們台灣啊 太晚做這個 發展疫苗 早就應該去接受這個人體試驗 那我現在接受這個人體試驗呢 主要是做假的 為什麼做假的呢 開發不出來 因為你要有三期人體試驗 要有不同的生理狀態 比方說現在所有的疫苗 都不建議給 像說你是糖涼冰高血壓等等 還很重要的 就是要跨人種 給人體試驗的對象 如果沒有這種人種 或者沒有這種特性的民眾 你這個疫苗或者是藥品 就不能夠對這些 不在你人體試驗的對象裡面 去實施 所有的 這個在上次的疫苗 就算做完三期人體試驗 現在所有才用的啊 通通在年俄國世界衛生組織都叫做緊急授權 通常一個疫苗要成熟 沒有10年最少也要5年 所以你看我們的疫苗是從去年12月才開始 這些通通叫做緊急授權 那到底它有多少副作用 這個疫苗呢 可以在人體產生抗體維持多久 現在通通不知道 我們最近也看到很多報導 已經打完疫苗 甚至感染過 感染過的理論上應該是有抗體對不對 這些人已經又有幾千人重新感染到 而且又死亡了 所以我們完成了三期人體試驗 那第一個台灣的市場太小了 到你發展出來到今年年底 那別的我的疫苗呢 早就把市場占完了 而且到時候它可以低價 為什麼 因為它生產那麼大量的話 它的這個邊際成本就非常低 你根本不可能有市場 可以大膽的說 現在花的這個錢 絕大部分是丟到水裡面去的 除非有一種情形 就是肺炎 變成像流感一樣 每年都要打 那台灣的也許長遠之際 還是需要 自己來做疫苗 我發現有感染的人 小小的群聚 我們都擋住了 我們有很多從外面進來的 那時候就應該要發展疫苗 去買它的專利 國內的疫苗廠是有能力生產的 但是你要去買那個專利 我們好多人也都這麼說 疫情所謂中心就不理這個 靠民間自己 政府就給個五億十億台幣 那根本就不可能到全球去做這個人體實驗 變成是自己嗨 這也表示說疫情所謂中心 這個早就該做的事情 你們都沒做 那我來去人體實驗一下 嚴格來說 你不是 你這個消息一出來馬上就被打啊 台灣已經沒有民進黨 只有1450黨 什麼事情就要帶風向啊 對不對 現在哪一個1450敢跳出來 說現在是國泰民安 他就說張善正在太魯閣號 都在山口撒鹽 我講一句粗話 去他媽的1450啊 這都是垃圾人渣 如果我都不講話 搞不好那時候已經疫情不知道 爆到什麼程度了 所以我認為 疫情這個東西就要給我頒獎 但是他還來罵我 我就講一個去他媽的 醫師診斷的人 打人被打人 通通不知道我打的是疫苗 還是我打的是生理實驗 所以也許打的不是疫苗 也許打的是 對照主 不過人體實驗就是要這麼做 不管如何 我們都是要給楊署長的勇氣一個讚 真的 其實在高齡族群啊 這個是特別需要的搜案者 然後您是最後一位 主長謝謝你 謝謝 好謝謝拜拜 拜拜